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郭先生呢也说了一些关于CCP 体制内的CCP 还有CCP的他们那些党徒们该如何的支出 看完直播的话呢 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感触 正好正好在前天啊 前天有一位体制内的一个战友吧 他呢也是对爆料革命啊 他也是非常关心 然后呢 这位战友的话呢 写给Sara了一封私信 然后列了有大概有十来条吧 里面的话呢 有他的比较担心的一些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2020之后啊 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嘛 他认为CCP啊 毕倒 他呢 就担心的话呢 就是说2020之后呢 对他个人的话呢 或者对他的比较亲属有什么影响 然后呢 有些顾虑啊 就给Sara发了封私信 经得Sara同意啊 我们想呢 就此这个私信啊 我们来 我们来 嗯 我们来录个节目吧 然后呢 这因为他提的问题的话呢 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约了那个文智啊 约了还约了我们的烧饼 一块啊 爬墙啊 就这事啊 白货白货 哎 二位都在吧 哈喽 战友们好 我是文智 战友们好 我是烧饼 那个 哎 文智 你们二位看那封信的话 你们那封私信时来条 你们的感触怎么样啊 总体上的 我先说吧 我的感触就是 这个战友啊 他其实呢 有一点怯 然后用郭先生话说 有的时候不有too high吗 too low 这战友有的问题 有一点low 不过是打引号的啊 不是说战友真的low 然后呢 里边描述的呢 我觉得很真切 就是说 真的是他这个 有一点矛盾之处 既相信这个爆料革命 然后呢 也是怕担心后面有一些关于自己切身的问题 所以总体的来说呢 还是比较真切的 啊 我的 哎 萨斌 你总体看法怎么样啊 啊 我是觉得他的这个信呢 有一部分的代表性 就是说墙内确实会有很多人 相当一部分人会有这样想法 但这种想法呢 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还是挺有必要的 我们一起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大家聊一聊 那文智 那你先从第一条开始 我把那个他的问题啊 第一条 我呢 现在已经啊 放在屏幕上了 你看要不要对第一条第二条 呃 先那个烧饼跟文智啊 先发表他们的意见好不好 好啊 我想提个小建议啊 就是那个我们萨老师他的朗读水平比较好 呃 能不能这样 就是由他来主条去朗读 然后我们三个来这个 去这个 所以说自己的理解 这样行不行 萨老师都非担心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就先读第一条啊 嗯 第一条是这样的 ccp倒台 只是时间问题 这毫无疑问 没有了ccp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还要继续 那我先说一下吧 就是说他刚刚那个华叔说 这个他跟萨老师提了好多条 啊 我看了一下 大概有17条 那这些条呢 好多是带有问号的 好多是带有问号的 大家会看到这一点 后面后续会看到 然后呢 他的第一条是一个陈数句 这说明什么问题 啊 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去写作文的时候 或者下笔行文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都是刚开始就亮名字的观点 或者亮名把问题提出来 而他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一个陈数句 这说明呢 这位战友 其实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矛盾的心理 那当然了 无论任何情况下 我们的生活都是要继续 所以说我理解呢 就是说他的言外之意啊 我个人理解 就是说 CCP倒了 我们肯定还要继续 那如何继续呢 他应该是提的是这个问题 是这样哈 我总体感觉哈 他这个开篇哈 问题的一出始哈 就是感觉情绪啊 其实是比较灰暗的哈 比较悲观的 什么叫中国人的生活还继续呢 其实我认为肯定继续啊 而且必定精彩 而且必定有尊严啊 这个是我的感觉哈 烧病局如何 对 这个两位说的都已经很充分了 他是预设的一个立场 然后在这里展开他的这些论述 反正我觉得还是比较悲观的哈 他好像感觉还是比较悲观的 对啊 那我们就看看他下面说了什么 然后我们竹条展开 下面也就是说他头一条应该是一个总括性质的 我们该 我刚才说的他的就是前态思是我们该如何继续呢 但是他没有再问好 但第二个就应该再问好 所以我们往下去就看到他想说真正想说什么 下面都是关于有关如何继续的问题 好 那我就读一下第二句 美国会出组合拳 也只有美国出手 CCP才可能完蛋 可是这拳虽然打在了CCP的身上 但是他绑架了13亿中国人民 在绝大多数战友都为美国每一次出手而欢呼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考虑到CCP把这些拳的力度 有多大的成分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身上 就像郭先生所担忧的那样 文字先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对 他第二个就是虽然也没有再问好 但是也是个陈数据 但是他已经亮明了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我觉得可以分为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他阐述了必须有美国的帮助下 或者说在美国出手的情况下 CCP更容易倒台 然后第二个观点就是说 CCP绑架了14亿人 所以拿14亿肉票 这个并不稀奇 郭先生反复提过好多次 那不管是何种国际实力打击CCP 这个CCP也都会同时打击在中国人民身上 这是我对他这两点的我的理解 那针对我的理解 他这一句话 他这两点我想说的是 美国不出手的话 CCP就不绑架14亿肉票了吗 这是个问题啊 对不对 那正是因为是 CCP绑架了14亿肉票 美国才要出手吗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就在答案当中啊 这个我觉得就无需多说嘛 第二点 就是说 这个 CCP 喂断了吗 不好意思 刚才掉线现在回来了 第二点就是说 郭先生说过好多次 就是脆断脆断 对吧 如何能脆断 那就像郭先生 他第二点说就像郭先生担忧那样 对吧 之所以就是怕 14亿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受更多的苦 所以我们才需要脆断了 所以支持爆料革命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位战友信心 他说的都没错 而且答案 郭先生早就说过了 那个邵斌 你白活白活呢 对我觉得其实第二段 跟我们即将做的第三段有点类似 那提前先说一下 就是他只是 就说想把这个矛盾啊 或者说焦点转移 逐步转移 这是他的目的 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刚文治说的 如果不解决 情况会更 如果不按照美国现在这样出手的这样去做 情况可能会更糟 而且是没有 没有转机 没有任何往向好 这个方向发展的这样的趋势 我是认为哈 他的担忧啊 担忧 我相信也是我们所有的战友 都有这种担忧 就说那个就说 对这个贸易战也好 然后对CCP的任何打击 打击也好 CCP也会绑架我嘛 然后能够把所有的那种灾难啊 作为 作为老百姓哈 作为这个 作为那种受害者 这个是我认为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但是呢 刚才文字讲过了 我们这个 CCP 他倒台的话呢 它就是个脆断的过程 如果说 陷入到委内瑞拉那种的话呢 那我作为老百姓的痛苦啊 那肯定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了 就说如果是脆断的话呢 相信分担在咱们大陆老百姓身上的 所谓的痛苦啊 那应该是很少很少的 这个也是郭先生啊 他从爆料革命开始 他肯定是在一直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症痛啊或许有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小的啊 很小的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啊 诶 文字 那我就 啊 第三个 对 我就把第三个和第四个连起来吧 因为第三个跟第二个类似啊 他是这样讲的 美国政府呢 和当前危机委员会 维护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这无可厚非 而我们法治基金 维护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当然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不是对立的 但现实是CCP绑架了中国人民 现在 美国各基金在国内尚有利益 等资本抽离完成的那一天 美国政府对CCP出售 更不会手下留情 而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 是在灾难发生之后 才会彰显人性的时候 但是请注意 是灾难发生之后 我们法治基金是否可做些什么 来防止这些发生呢 这不是要求 这需要我们所有战友的群策群力 我本身没有这样的能力 只希望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能来帮助我们 我先说第三点吧 我们还是按顺序来 刚刚萧老师把三四点都一起读了 美国政府和当委会是保护 是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觉得呢 他说这无可厚非 我也觉得这无可厚非 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和当委会 不只是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因为美国是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的 或者是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的 对吧 因为美国的利益 它是遍布全球的嘛 所以说 我觉得 不肯定是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但不只是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然后我们的法治基金呢 是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个我觉得 当前可能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状况 针对CET 但未来也未见得是这个状况 对吧 因为这个法治基金属于在美国注册的基金嘛 而且如果有这种 国际势力的这种帮助的话 我想 以后它肯定也会汇集更多的人 不只是中国人 然后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不是对立的 但现实是CCP绑架了中国人民 这个和第二点就一样了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第四点呢 它写的比较复杂 就是等资本抽离完那一天 美国政府对CCP下手 不会留情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准确 这个逻辑上看似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不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盗国贼把钱都放在了美国 对吧 我用抽离完吗 我只要做个加减法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扣我多少 我扣你多少不就完了 这个CCP现在就绑架14亿人抽血 抽完的血都放哪了 都放在西方世界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美国政府对CCP出手不会留情 这件事是已经发生了 10%到25% 是吧 甚至郭先生前两天视频说 之前川普都想到过45% 这个听起来就挺恐怖的 你觉得这还留情吗 然后下一点 所谓人道主义灾难 是发生在灾难发生之后 才是彰显人性的时候 这些说的是对的 这些话本身是对的 但是呢 我觉得和我们爆料革命 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爆料革命 像体制内的人都已经有这种觉悟的话 那CCP被断了 这几乎是 对吧 只要体制内的人 最后把这些道路的孤立起来的话 什么军队啊 什么这些下面办事的人 都不听他们的了 那就是一个 瞬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所谓的那些什么 人道主义灾难 彰显人性啊 这种东西我觉得挺遥远的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 这个后面就不用说了嘛 如果不可能的话 也就不用提供解决方案了嘛 这是我的理解啊 包括 就说那个 我就还有个看法哈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哈 就说 现在大家都 都觉得哈 都觉得哈 CCP哈 绑架了中国 中国人民哈 中国人 我觉得吧 这个只是在 在冒事绑架哈 冒事绑架哈 他其实他们 真正的能形成绑架 他真的很困难 就说 如果说 如果说是那种 真是陷入了那种 韦内瑞拉那种例子的话呢 我认为 他们绑架就成功了 但是呢 郭先生 爆料革命的话呢 就是2020 然后呢 然后呢 是一个催断的过程 所以就说 我们一定要 反正我的感觉哈 一定要摆脱一个 摆脱一个那种 不太正确的观点哈 我们被他们绑架 他们绑架不了 我这个是我的观点 文智你觉得怎么样啊 同意吗 少彬 嗯 我觉得 怎么说呢 那可能 就是大家对绑架 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因为 从 从传统的定义来讲 这个国家这种组织 组织形式 政府和老百姓 对吧 那从这个情况下 来讲 只要CCP存在 我们就是被他绑架 那 花树刚才讲的 你讲的也对 就是如果 脆断发生的话 就不存在绑架 因为 只是盗国贼 那个小村灭了 别人没有任何影响 这就没绑架 对吧 他把你 把肉票 把肉盾放在前面 只有别人对他 抛砖头的时候 才会打到肉票身上 这个才是绑架 你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呢 看怎么去理解 我觉得咱们角度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理解是 这个得出结论也不一样 偶尔 对 反正我个人 对这个绑架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郭先生说 我们这个爆料革命 那么就是十年 二十年 这个 这个的话呢 我就能承认 这个中国人民 确实是被他们绑架的 但是 因为郭先生一开始 就是强调的脆断 而且限定的时间 2020年底 爆料革命的成功 没有人 没有人不相信 包括这位写信的先生 他是体制内的 他也相信 所以说 我就脆断的话呢 其实不存在绑架的事儿 如果存绑架的事儿 如果是真的不存在的话 他前面那四条 我觉得都能给他做答复 真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萨老师 以为如何 对 我觉得两位讲的很对啊 我想到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场景啊 就是一个 一个劫持人质的这样一个匪徒 他把人质 顶在他的这个胸前 然后 想试图 让人质抵下来挡子弹 但是呢 没有想到啊 狙击手从后边给他开了一枪 郭先生现在看的这个事情 我们爆料革命呢 就是从后边给CCD拿一枪 所以 他想绑架 但他未必绑架得了 另外就是 大家如果 一会儿啊 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的那个 这个 对 姑且称他为战友啊 他的这个 打的这个法治基金的这个 法治两个字啊 自始至终都不是郭先生 所提的那个治理的治 而是制度的治 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完美的一个细节 那我就接着往下念 行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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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五点 他就说 我的姑姑家 我先要我说 这个 还有我说 这个 去我们次 发现 这个 这个 对 走 但是描述出来的感觉是第一人称的感觉 各位有没有这感觉 我在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在那边是错乱的 对 花老师比较麻木 那我就说的白一点 就是说在描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描述的感觉是设身出地的 像是描述在自己的事情 有没有 继续 好 我就想说的是 这位战友其实他写的这段话还挺真挚的 就是很有那种对切身的问题的关注 所以我也很理解他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转述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个人理解 这就是他本身自己的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想说如果是脆断的话 这个国家它的其实法治啊 各种机制啊 这个就像花老师反复讲过 所谓尖架结构都已经达成了 与国际接规不成问题 现在就是说没有法治 所谓没有法治 是这些法律什么东西都没有被执行 因为盗国贼呢 他只关心自己的子女 只关心自己的生殖器范围内的东西 所以只要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未来的生活都不会有问题 对吧 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苏老师啊 你怎么看 哇 我其实在看下一段 因为他讲了好几个例子 这一段他确实叙述是有点论 我都不确定在我们如果光听读的话 能不能理解他的意思 他最后一段话 他实际上他是在提问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他是但愿通电话的时候 得到的回答不再是他 但愿 大家好体会这两个词 很值得玩味 我的看法哈 我的看法稍微就稍微多一点点啊 就是刚才 刚才邵宾人说这个 他自始至终 是用的 用的是那种 没有用字里的字 用的是那个利刀的字 其实这个吧 这是好很多啊 我们在国内的战友啊 都是习惯性思维嘛 都是用CCP的 他们的语言模式 来叙述所有事情嘛 这个话呢 其实也比较正常啊 比较习惯化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调整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他所担心的是说 他的出入何在嘛 是吧 出入何在 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现在的话呢 他在部队啊 某部担任什么指导员 然后呢 所谓解放军嘛 解放军的话 他他其实就是从 就是就是党卫军了 就是党卫军 其实很简单啊 脆断之后 脆断之后 从党卫军的话呢 转化为国家部队 从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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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保护党 保卫党 保卫党 保卫CCP 过渡成 保卫 保卫 保卫那个人民的自由 保卫宪法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所担心的 就是他的职位问题嘛 他的职位 他的出入 其实 郭先生讲过了 爆料革命 要要消灭的 就是中南坑 那几个人 下面的那些 下面的技术官员 还有行政官员 我相信啊 我个人估计 都是按部就班 都是按部就班 这个是我的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他刚才 这个烧饼说了一句 最后的一句 但愿 但愿什么什么 就说他觉得的话呢 有可能啊 2020之后啊 还会是一个 一党独大的 一个状态 或者说 不是CCP党了 是另外的一个 什么党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只要关注一下 郭先生 5月8号的 这个直播视频 大家就 大家就了解了 郭九条 就是说这个 满猛 他们都会自治 他们都会自治 是吧 不对 新疆跟西藏会自治 然后呢 他 郭先生的话呢 顺嘴提了一个 山东 对不起 说错了 顺嘴提了一个 广东 那也要自治 其实作为我来说哈 推而广之 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战友之上啊 有一个战友 叫文道 他解释的 我觉得 我觉得哈 我觉得我深以为人 郭先生为什么说了 那个台湾要 台湾是独立自治 香港独立自治 然后呢 西藏独立自治 然后呢 新疆独立自治 提到了一个 提到了一个 广东 也要独立自治 是为什么呢 那么 我猜想的话 我推论的话 那么我们内地的各省的话呢 都是 都是要的 独立自治 如果每个各省 都是独立自治的话呢 就是把这种 2020之后 不小心 又出来一个强人 又出来一个大的党派 一党独大的 这种土壤 这种气氛 完全就消除于无形 所以呢 他所担忧了一个 但愿不再是党 这个完全不用考虑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文字你觉得呢 我觉得 这个郭先生 这个郭九条啊 其实 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 去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可能那天道格讲的 比较多吧 但是我也 可能有事 我也没有全听清楚 我就说一下 我个人的理解吧 现在那个CDP呢 就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这个金字塔 大概分这么四五层 最上层的 就那几个人 就是郭先生 要打击的目标 盗国贼 然后呢 第二层 就是各地方的官员 能够 这个 怎么说呢 各方诸侯吧 能够 这个自立一摊的 这种人 然后呢 第三层呢 是各地方的 这个中层 以及底层的 这个公务员 做具体工作的 然后最后一层 就是老百姓 所以呢 CDP 盗国贼们 如果能 详实这个层次 稳定的话 他需要怎么做呢 因为他在最上面 他要想稳定的话 应该怎么 怎么稳定呢 那几个人 如果想稳定 他就得让 他的下层稳定 他让他的下层稳定 他就得让 他的下下层稳定 他让他的下下层稳定 他就得让基层 承担所有上层的压力 所以除了下面 最底下一层 所有上面的人 不能说所有吧 多数人 或者说这里边一定有 很多一部分人 是既得利益者 那自治以后 就没有那么多层了 纳税人只要对 自己的直接上层负责就行了 因为没有这个金字塔结构 不是那几个人说了算了 大家民选出来的 自己信任的这种管理 我只下面有一层 上面有一层 我支撑他们就可以了 我不用支撑全部的压力 不用最后集权到 那几个人里面 像刚刚花树说的 出现一个强人 或者强党 然后把这个层次 搭起来以后 让下面的人 撑着所有上面的人 并且让他们 那个层次都稳定 这是我的理解 不过 反正其实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说 现役部队的那种官兵 就是从那个党卫军 过渡成那个国家部队 就可以了 按部就班 这个是我的个人判断 少兵 能不能支持一下 当然支持 是吧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角色转转换而已 从保护党 转换为保卫宪法 保卫自由 对啊 所以说 我觉得其实我心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但是我想放在后面 因为它后面几个例子 讲的大概都是 它面临的这些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 先往下 稍便啊 请 好 下面他讲了两个例子 我想放一块读算 刚才是讲的是 他姑姑家的一个表弟 那第六个呢 他讲的是 他另一个姑姑家的姐夫 硕士毕业 在部队做技术干部 将近20年的青春都给了部队 现在已经退役 一个月能发五到七千元人民币 当谈到CCP没有之后 我姐姐就问他 那我们每个月的退役收入怎么办 我问姐夫 以前为党服务了 还是为政府服务 还是为人民服务了 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也没有环境去想 党 政府 和人民的关系 CCP倒台后 姐姐家的出路在哪里 然后第七个 他又讲了他的一个妹夫 在税务机关工作 现在工资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CCP没有后 他的工作会有变化吗 还会适应社会吗 over 就是我 他这个 他这个六七条 就说 还是是这种 主要是出于那个个人的那种 个人的那个出路在哪里 是吧 因为我觉得吧 体质问题 体质也很正常 只要是在体制内的人 他的第一反应 都是会想到这个问题 文智 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以问题的形式 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他这几个问题 一年串三个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都比较简单 容易回答 所以我想先 以提问的方式 假如说 我们现在抛开 爆料革命 没有爆料革命 这回事 我就把它抛开 我们来提个问题 你 对14亿人 发起投票 你说 我是一个既得利者 我没有什么能力 我没有什么技术 我也不想干活 我就是在体制内 有一个公职 我的全部工作 就是把我的上级 打得好 让他开心 什么事都能逢迎 这样的话 我也能得到一个 很好的结果 然后让14亿人 去投票 假如说 有这样的机会 投票的话 那 我请问这位战友 你觉得14亿人 会怎样投票呢 如果他们能投票的话 我们抛开 爆料革命不谈 假如就没有这回事 我这是我提出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问题 大家都清楚的话 他的问题就很好回答了 对吧 CCP脆断以后 如果你有这种 为社会提供服务的 这种能力 或者资源也好 或者你做生意也好 或者像他刚刚讲的 技术官员 如果真的有技术 不是所谓的技术 也好 你一样是为社会服务啊 而且这个社会更公平公正了 你为什么就没有出路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技术的话 你就是服务 你上面那个什么 局长啊 书记啊 司令啊 政委啊 对不对 就服务那几个人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 为什么要提出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问题呢 我相信这个战友应该不会提这种问题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很清楚啊 因为在前前苏联那个 前前苏联倒台之后啊 确实是有大量的那种 那种那种行政官员 就是非技术流的啊 那种关于那种 比如说做办公室啊 读报纸啊 喝茶那些那些 因为在苏联啊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体制很臃肿的啊 很臃肿 确实有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那些人啊 在那个苏联打台之后 就失业嘛 这个这个是有的 因为上次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就说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背景词 说的挺挺逗的啊 他说 他说他们啊 昨天还在为这个 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为了英特纳熊奈尔在奋斗 今天的话呢 他们要为他们的面包奋斗 就说就说他们所担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还还确实是个问题啊 确实那种非非技术流的 这个是不好弄啊 文生觉得 我觉得就他这个问题啊 我还想多说一点 就是可能会有的时候 语言会尖利尖锐一点 也希望战友们听到能原谅吧 所以我们想想爆国贼 用文贵先生话说 睡了那么多女人 弄了那么多钱 好吃的好用的 737这些什么都国际 这样最先进的技术都给他们用了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攀这么多钱 然后这个用各种办法去专门设立一个银行 然后不交保险要洗钱 把钱洗到美国 这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说他们想哎呀我这过的日子太好了 我的子子孙孙应该怎么办呢 我这个既得利益这个权力用太好了 我的子子孙孙 这以后我 我的总得走啊 后人该怎么办呢 我还得享受既得利益啊 我们应该有这个思想吗 这个正道主义喜马拉雅实现以后 应该是人人意识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我遵守这个社会的法治 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 我为这个社会服务了 我得到我应得的东西 还还会有那么多人去想说 我就既得利益 我这个万万年对吧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这个好吃的好用的 好玩的我都用了 不行 我得把这事延续下去 这事太好了 我得想办法吸血 要不然我以后可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其实你想到你以后怎么办 这里边也延续了 就是你的后代怎么办 那你是希望他们 或者从你本人身上 你是想通过为社会贡献 然后从社会索取的方式呢 还是只索取呢 你想要哪个呢 大家想要哪个呢 各位战友都跟我们留言 回答一下 够玩 哎 萨兵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有什么解决方式呢 跟他做一个答复 我觉得两位 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 那我就从另一个角度讲 我肯定是选择后一种方式 因为假如说 假如说全世界就一个国家 那你这个国家 这个不存在这个竞争 你这个自己跟自己玩 但实际上我们有 世界上现在有200多个国家 你CCP现在搞的这一套 弱门是吧 让你整个的这个 整个体制啊 都是一些臃肿的 缺乏创造力的 这样的人 在把持着这个国家的资源 那你这样子 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啊 就是整个国家 陷入到一种落后 愚昧的状态 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讲 就整个民族来讲 都是一个 非常恶性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也是赞同刚才 就是第二种选择 我们宁可要一个公平公正 靠自己的努力 劳动去获得财富 这样一种途径 就是说我说一下我的感觉 就说其实我 就其实这位这位战友 他的那个第六条 第七条所叙述的 其实我我作为我 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 因为像像他的那些亲戚 那些一个妹夫 或姑姑的姐夫的一些 就说他们都是在体制内 读完书之后 想必就在体制内里面工作 想的东西也不会太多 然后反正基地业工作就可以了 包括在税务局那些 一旦是政权更迭的话 他们对于说 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比较担忧 还有机器能的话 感觉不足 觉得都是正常的 我记得在东德 柏林墙倒落之后 东德是这么解决的 我记得是这样的 东德的话 对当时 西德的话 对东德那些政府官员 就是说一无所长的 那种政府官员的话 他们是有一些职业培训 是有一些职业培训 这个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在苏联的话 苏联就没有 苏联的话 那个工资人员的话 他们确实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东德这个方法 我觉得 我相信在2020之后 必定有这些手段 来进行帮助也好 进行帮助 进行资源 动员社会力量 进行那种 进行那种技能培训 或者说那种再培训 都是有可能的 那个西德的经验 我们是可以吸取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 派文质 是啊 那个要不 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问题 第八 好 都读一下 这大点 假如 明天早上醒来 共产党没了 真会如郭先生所希望的那样 自动成立两个党吗 还是需要我们 法治基金前期 制定一些刚领性的 或者是一些法治框架出来 如果没有法律依据 难免会出现强人政治 出来另一个土皇帝 好 这个我先说吧 其实 其实这位战友 他估计 没有去 没有太仔细地看 郭先生那个郭九条 郭九条里面的 第三条跟第四条 其实就能答答复 这位战友的说法 想法 你看郭先生第三条怎么说的 我这有文字 战友们可以看一下 说 中国马上宣布独立 司法独立 而且司法独立 需要国际司法专家的平等参与 与监督 司法独立的小组 这也是必须的 然后呢 第四个的话呢 是马上全世界宣布 中国媒体独立 全世界的监督下 同样是 我们会邀请国家 邀请你的国家 监督小组 来监督我们的媒体 我也监督你 这个非常关键 郭先生所强调的 都是一个 所强调的 都是一个 国际上的 互相配合与监督 所以刚才 所以这个 这位战友 说CCP打完之后 是不是会 自动成为一个 两个党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不是自动的 应该是在国际的 监督 监督情况下 我们来成立两个党 或者三个党 都有可能的 然后 还有一个说 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法律依据 难免会出现 强人政治 另一个土皇帝 这个问题 就跟在上面 我讲过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各省 都是独立自治的话 就强人 就没有那种 没有政治土壤 也没那个气氛 没那个氛围了 所以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是我坚信的 文智你觉得呢 我同意你的观点 然后你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那我就再扩展一下吧 前两天呢 有一个那个 网络上的也属于 大V吧 或者叫我们管他 叫小V吧 反正他曾经上过郭先生和路德的节目吧 我就不提他名字了 我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他就说 他的观点是说呢 以后怎么怎么样 可能会对之前的人进行清算 我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我说应该不会清算 我们其实的关键 政治点就在这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喜马拉雅正道主义 对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爆料公司来说 他是应该是 他的本质 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而不是一个朝代的转换 这位朋友说 这位战友说 这个会不会再出来一个皇帝啊 我觉得不会 如果真的会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没有意义 绝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在跟随郭先生做这件事 我想 凡是我们对郭先生视频看得多的 看得久的 深入去体会的 我想 是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时代的改变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 对吧 这个朝代的更替 这个新皇帝上去了 把后边的人听一听 之前的有灭九族的 灭十族的 然后搞什么文尊语 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 你们思想都是错的 然后再编一些文化故事啊 你看我这合理性了 我这个什么龙 龙跟我母亲生了娃 对吧 然后在地上挖出一个什么台来 搞这些什么祥瑞 也一看 你看我的伟光正多合理 搞这种东西 这是朝代的更替 而我们现在做的是实在的改变 我觉得认清这一点 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偶尔 那个邵宾 你的想法呢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再走到那个老的那个循环里面那肯定就没有必要大家现在这样搞 世界已经进入到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了 大家都追求自由民主 如果还出一个皇帝那真的是 我们都真的是没有就开了历史的倒车 肯定不会那样的 因为现在好多战友都会那种习惯性的示威 比如说出一个土皇帝 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那种大的人道危机 都会那种习惯性的示威 其实要知道 就是说就爆料革命 包括还有的清算 刚才文字提到的一个清算 一个土皇帝 还有一个人道危机 这三点吧 是我们很多战友那种习惯性的示威 第一个就包括说这个清算吧 我觉得绝不可能 为什么呢 郭先生第一个开宗民意都讲过 党员99%都是好人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个郭九条里面讲 然后在郭文上郭先生也发过 要把那个监狱里面的什么 那个都要清空 这个是如何实际操作 我其实不太懂 我也不敢乱说了 但是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郭先生 郭先生在表示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民族类的一个大和解 包括我们在我们汉族人当中的一个那种阶层 包括阶级的一个和解 比如说像一观二代 是吧 我们仇富是吧 这种和解 然后呢 民族间的一个和解 比如说我们汉人 跟那个新疆人 由于CCP的作恶 所以结的那些死粮子 需要和解 包括跟西藏人 也需要做一个和解 就是说要我们要做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 就我个人觉得中华民族 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民族大和解 所以呢 所以呢 不可能出现什么清算的一些事 清算 清算是谁能做的事 就是独裁者 土皇帝 他们能做的事 作为一个民族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那个法治的政府 作为一个自由的政府 自由的世界 这种事绝不可能出现的 我再举一下那个 在东德的例子 东德的例子 东德强打完之后 就没有出现那种 所谓的清算的事 西德 当时的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 就就是以民族内部和解 为大方针来处理这个事的 非常完美 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 少彪 请帮我读一下第九条 你声音好听 好 第九条 他说 我希望中国司法独立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或者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中国司法才能独立 CCP没了 司法就独立了吗 文志 你先讲 我先回答他后边的问题 很简单 CCP没了 司法就独立了吗 这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前提是 CCP 先没 这是个先决条件 然后呢 司法独立这件事情 也很简单 就是大家要尊重法律 法律是人民投票 选举出来可信任的人 建立的 包括刚才华老师讲的 这个国际上的这些 精英人才 去帮我们建立一套东西 对吧 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英国脱欧 现在大家都知道 曾经搞得很焦头烂额 这个国家领导人几乎不干别的事了 就干这事 然后呢 后来呢 这民众又有反应了 说 我们要不要不脱了 我们有点后悔了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 这个进程不可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符合宪法的 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错了怎么办 有的时候错就错了 这就是一个历史教训 反而经过这种的历史教育 这种民族会更加成熟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它的这个严谨性和权威性 是不容随便动摇的 不是说我今天觉得法律是这样的 我们非常严肃 庄严的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了 然后明天发现 哎 好像不完美哟 然后马上就开始了 对吧 一个国家是要有宪法 宪法就是法律的法 是根本打法是不能动摇的 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些东西 所以司法都能独立 很简单 尊重宪法 不能随在修改 然后CCP倒了 司法能独立吗 司法想独立 CCP必须倒 而且根据 我先生所描述的政道主义 和刚才提到的九条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说我 哎 少必啊 你怎么看 我觉得 说得很对啊 司法独立是 是一定要的 这个是不能说是 他是说不管CCP 这个倒不倒 我们都一定要需要司法独立 但是前提条件呢 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个独裁政府推翻了 他才能够实现司法独立 所以这个逻辑 我觉得文志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想说一下 就说关于那个司法独立 这个 只要是 只要是在一个 在一个没有一党独大 没有土皇帝的一个国度里面 司法它就是独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正面的例子 也不用讲了 看一下负面的例子 其实也不用讲了 就能说明这个 CCP倒台之后 那司法它必然就会独立 因为不再是一党独大 是吧 不再是一个强人 所控制的一个国度 那肯定就独立了 这个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这个独立的话呢 肯定都是在这个 国际监督之下的 国际法监督之下的 还有比如说像 像国际社会所监督的 特别是美国 在美国的 在美英法 说错了 就说这么说吧 就说在这个 自由世界 共同监督下的一个独立 而且呢 而且呢 是我们啊 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啊 我们的选民 一起监督的 这个独立不成问题 他刚才说那个 这个司法能够独立吗 那个把了妈去掉吧 肯定独立啊 是吧 就点事 文字还没什么 想补充呢 没了没了 我们下一条好不好 有请梢老师 好 第十条 他说 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 CCP倒台后 依靠国内现有力量 形成我们所希望的 法治中国 时间恐怕太太漫长 法治基金 可以作为这样的外力吗 我这个我先讲吧 法治基金啊 是外 是这个不能叫外力了 也可以叫外力吧 叫外力之一吧 就是刚才也讲过 这肯定就是在国际监督 监督情况下的 如果仅仅是靠我们 国内的力量 那是不够的 如果仅仅是靠国内的力量 他可能是会出错的 这个是我的想法 文字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的 因为 CCP 这个 郭先生的目标 已经十分精准 就是那小撮人 但是呢我刚才我也举了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虽然这个金字塔 这个上下通道不是完全通的 不是说你从底层能通到最上层 但是呢 它也有一定的路径通道 所以如果想把这个CCP 这个体制完全推掉 你靠它自愈 我觉得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会有问题的 我估计两位不知道怎么想 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你要是通话它自身它就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干这事了 对不对 就等着它好就行了 所以说我觉得 肯定还是要接触我来讲 你想啊 你想举个负面的例子 你看那个 在这个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在缺乏国际监督的情况下 也缺乏我们国内的力量 国内的力量 国内的民间力量很弱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出现了什么情况啊 就出现了一个强人 然后呢历史的测顿的话呢 就在望 就是那种什么 有力的在往后转 那就是袁世凯啊 虽然他 虽然他对他的那个 虽然说他对他的那个 他的作为付了代价 但是我们国家付的代价更大了 所以说外力那肯定是必须的嘛 那肯定是必须的 而且是共同监督下的 然后还有一个 再举个例子 就像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内部力量 内部力量来促成 外力不够的话 那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那种非真非假的民主 我个人认为的 比如说台湾 还有比如说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韩国 很怪啊 文字问一下 韩国的总统 为什么都一个 都是一个一个的 这个不得善终啊 那个都出问题啊 什么情况 你帮我解释一下 我不懂啊 因为韩国真正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势力 是他背后大财团的 这个网上有很多资料 他任何一届的总统 都需要这个大财团的支持 大财团其中我们所熟知的 就是三星啊等等的 还有一些球 我忘了名字了 包括那个韩国的著名品牌 我们能想到的 比如体压汽车啊等等 这些都是他背后的一个 当然了 他是不是直接背后注视 后面是不是还有 真正的这个筋骨子 是不是那些人 也算是带齿人 我相信他们也是带齿人 真正大佬 一直在幕后操盘 都是这种情况 然后那个朴槿惠事件 中间插一队 朴槿惠事件的时候 不是说那个三星的 那个太子也被起诉了吗 这在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吗 这是我下的 你们在录节目 不好意思 因为是录节目的话 等一下剪掉 那个文哲 有人要进宣传 你去新人接待 接待一下 新人反应 稍微 好的好的 先录节目以后 我帮你们广告了 我帮你们广告了一下 好的 谢谢 那我接着讲一下 就像那个 如果说 我们那个 做猜想 如果说2020之后 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种 我们中国大陆 这种新的 新的民主体制 万一掉到了 跟那个 跟韩国一样了 这种 这种局面 你们认为 你们能接受吗 肯定接受不了 我一直认为 他那个 韩国的一个民主制度 他还是跟台湾一样 都是那种 不是那种 很纯粹的那种民主制度 邵宾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不觉得 我们 努力了那么久 在落到韩国 那个样子 我们应该就应该实行 像郭先生讲的 中华联邦 综合国这样子 对 所以说 所以刚才 这封信的 第 他那个 第 第十条 他就提到 他就提到了 是国内的力量 所以国内力量 是不够的 绝对是不够的 那肯定会犯错的 会犯大错 必须是国际共同监督 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 那我们下一条 稍边啊 好的 下面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连起来念啊 可以啊 第十一条 你说算啊 你说算 好的 好 那我就开始念啊 CCB倒台之前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网络 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 投票 法治基金 能否起扫一些 更具体的文件 就是给我们新政府 把这些条条框框 画出来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就算国先生隐退 就算我们都百年之后 法治基金 还能依靠 我们画的条条框框 这些相互制约 像积木水火土那样 相生相克 平稳运行 这才是国家机器 不是人质 靠法治 有时候 还希望美国 出手慢一些 给我们法治基金 和我们占有一些时间 不知有没有人 有同感 我完全没同感 第一个 他说这个投票 其实 CCP被打台之前 根本就 这个虚拟投票 真实度能保证吗 是吧 还有参与投票的人 他能够得到安全吗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这个投票的结果 会导致一个好的结果吗 还是导致一个坏的结果 这个都不好讲了 我觉得 对他投票的一个事 我觉得 我觉得不靠谱 不靠谱 就11条吧 我觉得不靠谱 文志你愿呢 我也完全没有同感 我也说是投票的事 我觉得这个兄弟啊 他就是说 他前后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有很多呢 是类似的 有关联的 但是有很多呢 没有逻辑性 就是或者讲 逻辑性不严谨 那我就想问这个兄弟了 就假如说有投票 这投票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这句话本身 他下一个问题 本身了 一定要法治 你这个法治基金 如果发起这样的投票 你的依据在哪呢 你本身不能说 用一个违法的方式 去建立法治 这不是效果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投票 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就没有相关的法律 应该是把相关的东西 建立起来以后 谁 由谁来组织这样的投票 让他去组织 就像郭先生 他这个号召了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促成了这个 法治基金的建立 但是呢 他在里边 不担任何职务 对吧 你不能说 郭先生说 法治基金怎样就怎样 他说了不算 这里边有这个主席 有董事会 由他们决定投票出来算 但这件事本身是 郭先生倡议和发起的 那法治基金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刚刚这位战友说了 他法治基金 能做些什么吗 他不是说发起投票 而是他可以促成 有具备发起投票条件的 整个的这个组织结构啊 法律基础 他就甚至这些基础的基础的促成 是按部就班的来的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我说我没有同感 然后还说那个 邵比你对他感觉说 那个出手慢一些 给法治基金和我们 占有一些时间 这个看法 邵比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 可能写的时间长了 没有考虑到 前后的这个逻辑关系啊 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说 他说担心啊 时间太久 然后CCE绑架中国人民 然后让中国人民受苦 然后他现在呢又说 能不能慢一点 给我们一点时间 这就是自相矛盾的 他自己的逻辑 所以咱们战友都能看到啊 大家自己去评一评 所以呢 不好意思啊 我查了一句 所以呢 其实这位战友 我很理解他 他之所以这个前后矛盾 我想他也不是矛盾的 他也是 就是实际上 从文字角度讲是矛盾的 但是也可以体现出 他有真实的情绪 他想把他的问题 都抛出来 给各位战友的交流一下 然后自己也得到一些答案 所以说呢 从开篇第一句 一入 一入 一入题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 他这种 这种情绪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呢 就这样 我估计 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 他可能会把这些东西 理清吧 偶尔 反正我个人感觉 就说有点那种换得换失 因为 因为换得换失的话呢 这种感觉的话呢 就说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 就说开始觉得长 后来觉得又慢 这种换得换失的感觉的话呢 其实因为他是那种体制内的人嘛 因为大家都应该能够体会 在体制内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的话呢 对这种 对这种变革 对这种变革 都是希望那种越慢越好 或者越渐进越好 就说 就说是这种 对于在体制内的人 大概的这一想法 这个我能 我一看 我就大概能了解 他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呢 他没想到 这个一慢起来 这个2020 包括我们的这个爆料革命 那对我们爆料革命就极不利了 就说我们爆料革命的话呢 旨意是旨成 就不能缓救 如果一缓下来的话呢 那CCP就赢了 然后呢 我们14亿老百姓的痛苦 那只会加倍了 那不会减少 所以的话呢 就说快对我们是有利的 千万不要有这种 还有那种渐进 尽量的慢下的一种感觉 让那个痛苦 在 让这种所谓的痛苦 能够再缓一天 试一天 这肯定是不行的 我也不认同的 我也不认同 还有一个说 让法治基金能够 是否能够给一个 给新政府一些调小框框 刚才我文字回答的 我觉得很好的 它只能促成 只能促成 是这样的 over 好 那我们进下一段 13条 好 那就 基本上 下面就可以全部读完了 他说 这些只是我的担忧 和我希望实现的 我目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不知道 寄希望与法治基金合不合理 这是我这个来自 这是我这个自称占有的人的声音 谢谢占有之声这个平台 谢谢Sara 希望以上这些不会给法治基金的董事和郭先生带来压力 我们都是普通人 都是希望 仅最大努力做我们享受的事而已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阿弥陀佛 这段是他的结束语了 就说这个 其实反正我总体感觉 这位战友的话呢 还是对自己 比如2020之后的这个出路 他还是比较担忧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董提供 文字你怎么想 是啊 这个其实我们都说过好多遍了 这个包括邵兵也说了 他前后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有的时候说太长 有的时候说太短 然后呢 我也提出了我的一些看法 就说能够理解他 毕竟嘛 就是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前途 但是呢 在这里边呢 我想给我们的一些战友啊 提出一个就是说 一点建议 就是说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给大家提出一点 我个人的一些心得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 是在聊一个话题 有的时候呢 是在聊一个具体问题 一个话题 比如说 我们说房地产这个行业 将是未来十年的趋势 其实呢 这是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房地产是趋势 那你可能在这一波中赚不到钱 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房地产不是趋势 该做房地产 该拿地的 该做工程的 该做建筑的 该卖房子的 他还是在干这件事 所以这是一个话题 那如果说我现在要不要买房 要不要投资房地产 我如何去投资房地产 怎么去比如说贷款也好 然后用什么样的拆解资金的方式 能够使这个资金赚起来 然后呢 能在这一波中能盈利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所以说 我发现好多战友 在这个交流的时候 他经常把话题和问题混为一谈 这样就是使自己这个傻傻分不清 比如说股票 这个是个趋势 这个趋势很好 但是呢 发现月料趋势 在自己在这个这波中 并没赚到钱 甚至有些人还亏很多 这就是他把话题和问题 混成了一谈 股票再形势再好 你抓不住一点 他涨到最高点 你买 你一样会费钱 股票形势再差 你看准了一个行业 比如说郭先生提到了 这个千古跌停 只有卖米的涨停 对吧 你就看准了这个趋势 你一样可以赚钱 所以说从话题来讲 股市是要跌的 从具体的问题 买股票能不能赚钱 你看准了 你是可以赚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分开 这位战友呢 其实 在描述问题的时候 有好多时候 也把这个话题和问题 具体问题混为一谈 这样的话就 让自己也容易分不清 让读者 包括给你回答问题的人 也很难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心得吧 不知道对不对 有什么披露 或者更好的建议 请各位战友指出 其实我觉得还是那种患得患失 能说明问题吗 患得患失 患失是人所共有之的 对不对 你说 比如说 我现在 我有一个 对吧 我还不想离开中国 我 我还没有办法出去 那我就 当然担心这个事了 因为历史上 不是没有发生过 对不对 你想想 比如说人家父辈 或者祖辈 创业 赚了一个亿 结果CCP 一来了以后 都成功了 这回我好不容易 我又赚了一个亿 你再弄一下 我就担心 我爷爷那个事 会不会重演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也是 可以理解的 这个 人嘛 是不是 你不可能 说是 连 无私到那种程度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的 所以说 换的换事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理解这位战友的 偶尔 是 因为这位战友的话 第一个的话 他是希望 国家改变 他也认同2020 也认同爆料革命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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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自个的出路 包括自个亲属的出路 在哪里 因为毕竟 他们是体制内的人 所以这种换的换事 我觉得是 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的 就还有一个 就是说 在十一 在十一 十一 第十一个问题 他讲的说是 如何能够形成 金木水火土 是吧 各个机构 能够相生相克 其实这个 其实真的不是问题 这放眼 一看一下 美利坚 是吧 放眼看一下英国 借鉴东西 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我真的 在2020之后 中国肯定会出现一个 在西方 前所未有的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是我坚信的 这是我坚信的 还有一个呢 他说 相生相克 平稳运行 这才是国家机器 我想提个醒 提个醒 就是说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 这个东西 是很邪恶的 它只会是在 CCP的国度里面 会出现的 或者说在一个 帝国时代 它会出现的 在民主国家 真的没有 国家机器 这个说法 这个国家机器 是要吃人的 这个国家机器的 每个齿轮的润滑 都是靠 都是靠人血的呀 然后它真是 吃人不出骨头的 所以再也不会有 国家机器 这个东西了 少彪你觉得对不对 对呀 现在 八大国家 基本上 都是服务型的政府 只是 给管理 社会的 这种正常秩序 然后替大家 做服务的 然后另外 作为最后 我也想说一说 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 一个社会 进入一个 良性的 一种循环 那它就会有生机 然后它的创造力呢 也会充分地 发挥出来 大家可以看 现在的以色列 犹太人 是那么的聪明 是吧 那 同样是中国人呢 在国内 或者在国外 他同时 拖延工作 他出来的那个结果 就截然不同 中国人也是很聪明 那我们实际上 带着脚铐 去跳舞 在墙内的这些战员 这些同胞们 他们实际上 是带着脚铐 在跳舞 它依然创造出了 非常 这个 举世瞩目的 经济成就 那如果没有CCP 我们这个 14亿人的创造性 会得到巨大的制放 那这个时候 整个国家 它焕发出来的 这种能量 要远远大于现在 那这个时候 这位战友 他所担忧的这些问题呢 那我觉得 都是迎然而解 想想看 现在北欧 现在欧洲的这些国家 从摇篮到坟墓的这种 社会福利政策 它就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生产力 得到极大的发展之后 它就能做到 那中国将来如果 推倒了CCP 我们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良性循环之后 我们照样可以做到 所以不用担心说 它所顾虑的这些问题 只是说 你的 因为你的能力不够 你可能过得没有人家那么好 人家开兰波基尼 是吧 你可以开个宝马 就是这种区别 所以不用 我觉得这位战友 完全可以不用 他那样的顾虑 还有一个就说 那个战友他说 我目前没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 不用网自非博 只要发挥 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每一位战友 都是有能力的 都会发出 这个能力 对爆料革命 更快的能够实现 实现一个好的结果 都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往自非博 都有这个能力 包括在2020之后 咱们也有这个能力 然后过好自个的生活 然后对真正的 中国的中华联邦 暂定为 尽自个利 所以我们要发挥 自个的主观能动性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 包括在现在 我们的每位战友 多传播爆料 多传播郭先生的 他的那些视频 那就都是我们的力量 我不认为我们 每位战友没的能力 包括在2020之后 我是这么想的 文字你看差不多了 你看要不要再补充两句 咱们就收工 好啊 那我就再说一句吧 刚刚那个花叔叔呢 这位战友说 我没这种能力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 你说的很对 不要往自菲薄 因为这个爆料革命 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他不是 千万不要认为这件事 就郭先生一个人的事 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郭先生又厉害了 又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我们每个人 有多大的能力 就出多大的能力 尽你所能 这就是你的能力 在此我还想到了 有一天那个花叔 给我们讲的那个 死字旗对吧 人家就是一个老人家 我就要给国家消利 那我笑 人家觉得我超龄了 不让我消利 好 我还有儿子 我让儿子去消利 对吧 人家气势也很庞大 只不过就出了一个人头而已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往小的时候 你不就出了个人吗 你往大的时候 你看看那种气度 是什么气度 所以不要往自飞过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过往 哎 少鞭 你还没补充的 啊 没有补充了 就是 就是大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潜在的这种 这种能量 你现在 你可能去烟富士 你能获得的东西 但是 等 喜马拉雅时间之后 你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你可以过得更多人 是吧 都是愿意做 说实话 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不要违心的去奉务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反正啊 2020之后 在自由的中国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 活得能活得很体面 能活得很舒适 今天我们就差不多了 二位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战友 多谢各位战友 多谢各位战友 也感谢这位战友 那个直言不讳的 把这个的顾虑 提出来 今天 今天我们到此结束 少彪 好的 谢谢各位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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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四贼 四贼者和 元郭赖相 互为彭比 各怀一心 呈现于外 会藏于内 元氏白衣 无形文匹 郭保胜者 铁为神职 赖号律师 实为素棍 向林野者赐配之徒 观四行止 欲见于天 小力卖艺 大势牺牲 拥锅在前 斜锅于后 文贵怀艺 利舵肝胆 刨披心腹 雷显情愫 明月之珠 夜光之碧 人之香之 贵香之心 文贵诗德 信不见仪 广涉资助 无上嘉许 似贼缠邪 心造交构 两端首鼠 山烹黄梁 朝安于右 邪郭于左 四方投名 八方污形 竹名倒立 以肥其身 夺天之功 魏己之功 巧言令色 狂语兼费 贪革命功 为己之功 白红灌日 似贼不畏 先生长青 三招不悔 眷恋穷成 徘徊其路 往为人道 宜于浮辞 节昼之犬 废其遥语 浩日当空 天地正气 道直献书 路得示意 天下之士 暗箭指柄 世间君子 欲淡其肉 四围上下 护法诸天 石殿阎罗 功曹皆地 作梅之照 遗后避诸 难科一梦 可惜 可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